6月18日正值父亲节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父亲 对于子女们来说 不仅有着血脉亲情 更是事业上的同行者 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探访时 发现了三对同行父子 近日记者走进他们的生活 了解他们在人生路上的 同行故事 儿子有一次跟我开玩笑了 说了这么一句话 老爸 咱俩现在是同事 不是说再同事也是父子关系 携父子关系 然后才能同事 刚入职的时候 总会生活在父亲的笼罩之下 今年年初 高同所医生刚刚结束了 38年的从医生涯 迎来了退休生活 儿子高严杰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经常面对危急情况 甚至死亡 作为同行父亲 高医生理解儿子的辛苦 但嘴上却总说 这就是你该承担的责任 我说这个 你既然选择了这个道路 就需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就是我们自己苦累 但是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能为这个患者解消病痛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收获 高严杰坦言 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支撑他的其实是他的榜样 老高 03年的会儿 非典肆虐的时候 老高就上了线了 真正上线以后才体会到 真的是面对的是那种 那种未知和那种恐惧 想想我爸他们非典都扛过来了 是吧 我们也应该问题不大吧 然后到后来反正扛到了最后 也站到了最后 李涛生和李硕父子 都是热电厂检修工人 父亲李涛生是60后 而李硕是90后 他们都在父亲的影响下 当了工人 像我们那一代人 见了父亲就可怕了 你看父亲脸色变了 就不敢说话 李涛生告诉记者 他的父亲对自己很严厉 到了他们这一代 就想转变一种方式 所以对待自己的孩子非常温和 也没有给孩子提过太高的要求 我印象里面 就是重话的应该都没说过 觉得还是顺其自然 对孩子没有过分的要求 所以必须咱们有个啥目标 反正是经我能力 我督处你 给你一个学习好的环境 所以说 学成学不成也靠自己了 李涛生平时言语不多 从来没有当面赞扬过儿子 只是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着对儿子的关心 我父亲没有当面表扬过我 然后从别人的口里面听到以后 我才知道 我是得到了父亲这方面的认可 徐茂国是内蒙古自治区籍非物质文化遗产 胡佳制作记忆的传承人 父亲徐德景出生在一个索纳世家 八岁时 偶然见到濒临失传的胡佳 为了留住这种阴色 他一坐就是六十年 如今 年过古稀的徐德景 看着儿子 把这份记忆和责任传承下去 心里很是宽慰 他一个是立得近 还有点细致的感觉 把这个技术交给大孩子 制作胡佳需要投入不少的时间和资金 制作过程对一个人的经历和耐心 也是很大的考验 面对这些 徐茂国也曾有过退却 但作为父亲的徐德景 在一直坚守这份事业 2017年徐德景重病住院 父子二人在病房内 有一次交心的谈话 在那之后 徐茂国决定与父亲一同坚守 觉得这就是未来 我的后半生要走的一条路 咱们不能完全说是 为了圆老人的梦 同时我们也是为了自己 圆自己的梦 再加上给我们的下一代 做一些实际的榜样 高同所希望孩子做好一名医生 李涛生希望孩子当好一名工人 徐德景希望孩子做好一只胡佳 这三对父子 不仅是事业路上的同行 更在亲情路上同行 父亲节快到了 我就专门练了手 请祝愿父亲节日快乐 我希望他还是注意安全的 就是顺顺利利地 把最后这几年港站好 希望希望他能够那个 一直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